社群要直接對福島飄向臺灣 訪報未來五天的分析度 去上郊還有一切 若是福島和發生博物 也許是福島有多老 這福島在拜塞晚上就告臺灣 也不過完聯會表示 到當中這福島的土地 標準到0.2維西湖 還比較多 我們民眾是不需要歡樂 受到你們企团影響 去上郊公報 一本福島的訪問 未來五天分析度 況下六三度 應算是第一次 相接近臺灣本土的路徑 起上郊加石 未來36休息 日本福島叫發生了 不早那些是福島外縮 依照大氣氣流外東 福島電影中直接漂向臺灣 尤其四月六合 星期三晚上會到 如果在今天下午 這段時間 它有輻射繼續外洩的時候 而且它必須量子很大的爆發 才有可能沿著這樣的路徑 去做移動的情況 所以先決條件還是要看 當下是不是有爆發的情形 但是照管理會憑國 照保全感謝訴記 平台貨車子變動不斷 就阿里山跟金融訴記 稍微比較高一點點了 就算貨桌 真是有貨車外設備的情形 漂洋過海來臺灣 經過大氣的氣息 貨車量 民修市應該只會增加 0.0來為師父 以完比環境標準 0.2為師父 在4月3號抵達臺灣的話呢 我們民眾最大接受的劑量是 0.0638維西弗每小時 就是這個數字呢 相當於呢 照一次X光的三百分之一 報道貨車發生三禮拜 文靈會加強空氣當中 給下定感謝評論 文靈會表示開始 給下標準超過標準節 0.2為師父 將會發出經過 提前並將五天外出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維西弗 記者維西弗